实验目的 利用悬挂砝码造成弹簧长度的变化 来了解重力的存在 极力的测量与单位 实验步骤 一 如图所示 垂直悬挂一弹簧 上端固定 测量其中的弹簧 二 以时刻砝码 置于弹簧下端挂钩处后释放 可发现弹簧变长 测量生长后的弹簧长度L 注意 每次增加砝码前 先将全部砝码去除 观察弹簧是否恢复到原来长度 若是 可继续操作 若不是代表弹簧变形及停止操作 三 每次增加10克砝码 重复步骤2 并将测量结果记录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4. 以堂皇长度为纵轴,法码质量为横轴,将此两者的关系描绘于方格纸上 5. 以堂皇伸长量为纵轴,法码质量为横轴,将此两者的关系描绘于方格纸上 问题与讨论 1. 悬挂法码后,堂皇会变形,代表堂皇受到什么作用 2. 物体受力后会形成形状的变化,当堂皇伸长变形,表示堂皇受到力的作用 2. 堂皇受到作用力指向何方 3. 堂皇悬挂后受力向下伸长,表示它受到一向下的作用力,此作用力指向地心 3. 在堂皇长度与法码质量的关系图上,你发现了什么? 3. 堂皇长度与法码质量关系图为一条斜直线,纵轴与圆点的距离即为堂皇圆长 4. 在堂皇伸长量与法码质量的关系图上,你发现了什么? 8. 堂皇伸长量与法码质量关系图为通过圆点的一条斜直线 2. 堂皇伸长量与法码质量确损 2. 堂皇伸 堂皇伸长量与法码质量少잖아요 by bwd6